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觉得他们三个 其实都是很大体的 你唯一要挑剔就是江文维说 我觉得做香港人动员很幸福 这一句就有些瘀病了 或者你现在觉得很开心 其实香港人动员也很艰辛 政治方面 我就不说了 不是我避免 而是我真的不觉得他暂时 他选择那样东西跟我们有些不同 譬如他回大陆读书 如果我有个女儿一定是送他去外国读书 因为外国读过了 他说IP考四个一分 是很厉害的 政经会那些没有问题的 他选择 老实说 我条尺很简单的 他没有说个黑话 没有做个黑事 或者我还没知道 他现在是一个运动员 无论他 阿朗 还是何思培 很努力去追他们自己的梦 他达到自己的成績 心之乎 跟我们香港也不是很大关系 除了拿了些什么政经运动员的生活费 我 就当然是 觉得不需要对他们太过 批判的 不需要上纲上线的 像你说的 你最努力坚持 你又有多坚持 真的要上线的 你今天在香港不要这么瘋了 你还在香港生活 就算我去到外国是不是真的可以 有些事情就过由不及 你起码 比如这班运动员 就算 杜凯琴 是不是杜凯琴 还有他那个黄真廷 直接是蓝丝 听党话 蓝都黑 跟党走 是不是我不知道 说的就是 是啊 是不是我不知道 我只是这么说 说的就是 也好 在这个层面上作为运动员 我不会否定你的努力 对吧 他要追求他自己什么 不过 他赢得 我觉不得与有荣言 我也不会 因为其实 江文卫 他们赢得 我也不觉得 好与有荣言 关我什么事 我只是在旁观者 我替他们开心 在这么艰辛之下 能有好成绩 但是 人越大 是会有的 比赛有谁不想赢 自己小时候 他朗证比赛也想赢 怎会不想赢 但是 人越大 在奥运之前 我都这么说 输赢成败 更加越看越轻 你最后 我都50多欧了 有多少年名 十年 二十年 三十年 你也是要走 所以我现在还有几年 我都说 其实我也在做 断捨离 把东西丟的丟 送给人的送给人的 不要留那么多麻烦 如果我突然 离开你的世界 要麻烦到那些小子孙 要收拾东西 和我麻烦了 那你发觉 这个过程是重要的 你留下的故事 不能够 别说这么伟大 要成为后世人 年轻人的 典范 交代给自己 老了的时候 张家朗 海旋归来 接受访问 昨天他们有台 梁锦祥群寄了一段 舊 王法宁师傅的 遇见 王法宁师傅 你懂得去吗 我当然懂得去 王法宁师傅的 随时可以叫他上来 不过我们有御用的风水号 亦可以的 杂斯广益 王法宁师傅也是我们的网友来的 王法宁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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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八字 应该是 在 glitter 等級赛 晚上可能有变化 大家看了就能看到 大家看看会不会 他一定是定了 11月5日投票 不会 词 他不知怎么回事 他觉得他有机 拜登 在上届 章家朗拿金牌 之前蔡前 他說章家朗條名好,今年也會有好成績 如果看你吧 如果他得到 unLeague沒有太好成績的話,你不會知道他是金 一 銀 一 銀 一 銀 他說這兩 目 他 說很大機會 他可能 他 金牌都有機會 好成績就是因為他不知什麼 蔡侯再看他 就分析一下 他看過命格 今年是2021年 他說張家朗在2020年的奧運 沒有機會的 他無緣無故曝通過一年 昨天有人打雞 他說 他看了2020年 不知道什麼入幕 他說下一屆 他仍有機會 而且 成績更高 成績更好 看了命格配置 我心想上屆金牌 成績更好 起碼是金牌 是不是很認真 還有 他還說 他整條命都好 他說他應該娶到他老婆 能幫到他的手 是美女來的 而且是專業人士 應該是幫到手的 很厲害 這個是不是他老婆 不知道現在這個 但是專業人士幫到手 大家上去 聽聽吧 有人剪那段出來 他還不找他上來 我現在 但是黃師傅 我找他上來沒問題 黃師傅跟我說過 安定一點點 在今年的大戰下 不用想了 11月怎樣 特朗普 不會打我 不會打我 因為為什麼 好像暫時每個人都在說特朗普 我不理那些 每個人都在說特朗普 那些人都在說特朗普 但是你看那個款式 我還不分析 就算現在 那些左派的瘋了 你真的會看的 現在的時勢 你真的硬不看那些東西 老實說他做過什麼 好像谷吉祥說了 他做過什麼 那些作家回答不了的 現在說來說 他就宣傳他 說什麼 他是女人 他是有色人種 黑人 黑人類人總統 他在浪費力氣 我覺得也沒有所謂 張家朗會說話 今次贏的佳職是前人中下一輸 希望下屆可以一起跟隊友奮鬥 成功為免 他自己也不相信 其實我也不相信 為什麼呢 因為 因為劍擊 其實都是頗有 運氣成份 為什麼呢 是15分 你的技術那麼近 你不是說 原來我是中原一點紅 零硬石高18倍 很多東西都會有變化 所以 只要看 68年後 68年後 中間那麼多 劍手 甚至乎 大家知道 其實劍擊最主要都是 歐洲那邊 是厲害的 什麼意大利的法國 德國 德國也沒有這樣 英國也有少少少劍手 即是我們那邊 等於屌你 想你那個鬼佬來打 中國功夫 不是沒有 有些很厲害的 但一般來說 他們真的是 因為他們是那個法源地 六十八年沒有試過 即是你說多難 這麼多 這麼容易可以做到 他們說 不知建擊隊 所有香港運動員都很努力 在奧運中變成最佳職 有沒有獎賣都好 都值得尊敬 其實是真的 真的 你想想想 你去到 江文慧 李維斯 又或者 張家朗 他們於是才能拿到那四萬多元的生活費 很多是沒有的 很多是幾千元 有些是沒有而繼續訓練 張家朗也經歷過沒有 而全職的訓練 即是沒有津貼 喂 真是不容易的 好了 那麼 他說 以前一代一代 運動員中下的樹 我們去收成 這些人都會說話啦 實際上你們今時今日又到 比如說體院 政府肯給這些錢 都是因為一代一代的 爭取的嘛 用成績爭取 在立法會爭取 然後 他就說 不認為是裁判問題 他說不覺得黑哨 我也不覺得他 裁判專業的 尤其是發決賽的裁判 一定會有很多經歷 其實老實說 是有些主觀 但是我不會覺得黑哨 你說這樣有什麼不值得 但是這個主觀 因為蔡麗就是這樣寫 其實一撒冷 他也可以判給誰 他也可以判給意大利仔 那當然 他們就突然關注他 看到那個利胎 他說因為他吃了很多補充品 不是的 好像是新來嘛 是 新來 見到李胎 但李胎可能只是熱氣 當然也有李胎 我也有 我的李也不漂亮 有人問他女朋友 他說 沒什麼特別的事情 你們也看到 他女朋友 老實說 我沒有那麼膚淺 我沒有那麼膚淺 最重要的是 是否相處到 始終生活習慣不同 文化不同 雖然張家朗 少年時代 出場比賽 但都是土生土長 喜歡吃魚香茄子煲 是否習慣到 他女兒 鬼妹來說 是忠仁之之以上 又是劍擊手 還有醫生 最重要的是相處到 最重要的是相處到 習慣到 其他就沒什麼所謂 是否有什麼爭光 人家六七幾 只是高大 你也真的不同 你說他女朋友 跟當時的遙傳 他也挺懂得吃的 所以你說高大多好 他還沒成名 之前的女友 William 那個 很漂亮 那個很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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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vian媽 他也走了幾年 另外 我又不會覺得是抽稅 國泰說 所有奪牌的狂隊選手 一年無限時踏商務 倉俠的機票 我覺得 孤林寒 給他兩年都不緊要 一年 剛剛過了奧運 明年 當然他們可以自己私人 其實現在 老實說 如果短途也沒有什麼需要 特別商務 那麼貴 OK的 好了 吵你老母 有幾宗 我們先看相片 這個就是 昨天 我們整個都洗了 板 看相片 意大利拳擊選手 這個女生 這個叫Angela Carvini 46秒之內 對著拳擊他的對手 亞爾及亞拳擊小手 Imani Curif 就跪下 刑說 大夫 Dittis Unjust 這個是不公平的 四十幾秒 跪下 好 我們看第二張相片 This is Unjust 這個就是對手 各位網友 什麼都不要說 這些 像男人的女選手來說 這個 其實相對是比較像女人 來問一下 都已經比較像女人 但你只要看手臂的肌肉 以及手掌的大小 是 是不是 那個肌肉 好 再看看下張相片 近一點 OK 各位網友 是不是 我公道馬 你怎麼說也好 他已經是比較像女人的 選手 你不要說我們偉大祖國 或者台灣那個 真的是 林玉婷 即是這樣說 你有沒有看過 林玉婷 你吃不吃到 你不要說這些 各位網友 這個 不是 阿爾及利亞的拳擊手 你有沒有吃過阿爾及利亞拳擊手 你吃吧 你吃不吃 好 回來 回來 你們兩位 好了 這個 阿爾及利亞拳擊手 叫做 Emmaniv Kuliv 我不懂得 Kuliv 他在過去兩年 都通過不了 包括世錦賽 世界錦刀賽的性別測試 通過不了 但是今年 奧委會 就一直被質疑 為什麼你搞不清楚 他那個聖別就讓他參加 這個類似中的賽事 這個Emmaniv Kuliv 同時擁有X和Y的掩飾體 除了世界錦刀賽之外 國際拳擊協會也是禁賽的 不讓他打的 但是奧運會 奧運會 明知他有這樣的情況 也明知他和女子選手的力量有別 但仍然能夠參賽 因為這個是 性別友善 也是左膠 開始比賽了 意大利選手Angelo Nakawinney 中了右手拳之後 35秒舉手 說要調整拳套 再打 對手 對手 右手 他就立即 走去城郭 教練身旁 說不比賽 很生氣 當權政 舉起對手 即是這個Emmaniv 的手 使他勝出的時候 Angelo Nakawin 傷失貴地 痛哭 即是我們第一章課 高呼 unjust 對手兩次上前 試圖擁抱 安慰他 被他拒絕 最後他拒絕 和對手握手 痛哭之後 他接受訪問 說從來未試過感受到 如此的重拳 本身是差人的 他說一直忠誠報效國家 但這次他無法成功了 因為他實在無法繼續比賽 他要終止賽事 教練就說 不知道他的詳細 要跟他了解 教練指出 賽前有很多五大力人 真的抽到這支籤就 打電話給他們 就叫他 Please don't go There's some man It's dangerous for you 危險 不要跟他打 是男人 但他最後決定出賽 Angelo Nakawin強調自己 棄賽不是要抗議奧委會的聖別包容政策 這應該由奧委會決定 不過這棄賽是否公平呢 大家心中有數 他這句說話 既在不是抗議奧委會的聖別包容政策 就是用來保護自己 因為有點阻礙 老實說 這話我們講過一下 就是 琴家賊 我早兩晚聽陶傑說 因為我之前講過 我也認為 你搞過第三個 變成人運動會 你有本事就搞 如果不是很簡單 一到前 沒有想問題的 沒有氣 說什麼都沒有用 什麼掩飾體 總而言之 你有條賓州的 就參加男人 有條賓州的就參加女人 不是啊 如果他做了事情 轉了性 都不能 你變成性 我轉了賓州 有個賓州 變成了 但是我發育之前 因為我本身的肌肉 那些是什麼 不能想 是不是歧視 你硬要說是就是 那如果他這宗 他這宗 他這宗 其實基本上 他要 先 我們不知道他有沒有奮州 這宗 讓我講他的背景 這宗也會有些爭議 因為本身這一個 現在他提出證據 他小時候是女人 是 但是他有一種病 一種病 去到發育他的時期 他的紅色激素 會特別多 是 接著你立即發育紅色激素 代表你的骨架 肌肉 全部都是男人 但是他的性器官 就厲害 現在人員是 但是你上一次 國際權一種會驗 是 他就沒有說 驗高檢同素 但是後來主席說 有些人質疑有沒有證據 DNA就是XY 即是男人 其實人們都估計 他均同素 已經高了 所以這個有些爭議 就是 他本身不是那些變性人 或者他又是男變女 現在我聽到了這樣的情形 就要看看 他是不是要 改變了賀爾蒙 那似乎不是 他是天生的 是吧 是吧 天生的 是女 但是這個有爭議 但是如果你 雖然有些人爭辯應該是照樣 可以給女 但是你本身 是 有些人說是天生的優勢 是 如果用這個來看 他又沒有去做過一些賀爾蒙 吃的藥 就天生優勢 即是等於 因為有些人就後天吃 那些就不行 其他就所有都等於 說真的 這樣是不是奇數 你說是 我現在去到這樣 你說是便是 你作為極少數 即是等於這樣 等於我的朋友 他看到DNA是XY 根據他的標準 DNA是XY XY是藍 XY是藍 雖然他是女性性器官 但是現在不夠確定 他真的吃過東西做過什麼 現在DNA是不能改的 DNA是藍的 所以變成他的法育 就是因為XY的 其實是怎樣定義他的男女 現在沒有統一他的標準 國際權益總會有一套 然後國際奧委會有一套 不是 這宗是比較積極的 所以這宗是比較積極的 台灣林玉婷其實也有同一個 他什麼時候 為什麼他這麼多這些 明明是女人 你有沒有聽到 有個小小的他老師 有些人是雙性器官 但有個小小的 有這個病 這些就是很arguable 有得爭論 但是 其實我主要不是在說這些 我主要是在說那些 真是好想離譜 即是美國的 我那個想參加奧運 被人判斷了 喂 我簡直完全不需要說 除褲 先天優勢 但是這個先天優勢 這些 但你不一樣 就算你很健碩也好 如果你沒有吃金藥 女生 而染色體證明你是女人 其實那就是先天優勢 現在這個辯論是因為 染色體 應該是男人 應該是 但是她說是公道 是啊 這個就是一定的 但是我看到這個選手 如果給你參加 但是你又有一次對她是公道 你問我是公道的 沒辦法 你問我是公道的 因為尤其是從小到大 她有個是 她也當我是自己的女人 但是她的染色體 老實說 那些髮肉 骨架也是跟女人不同 當然是不同的 當然 其他一些 不用說 不論是其不其事 這個世界就是這樣 我們尊重你 你就不要想著 你倆 沒有什麼 你即使變成性 你把奔州切掉 我可以這麼說 切掉奔州 你的DNA 仍然是男人 XY OK 如果你發育了之後 現在一定會這樣說到 你就把你老母子參加男子組 你沒有一個可以參加男子組 沒有辦法 你就不要參加 很不兇手 去到拳擊 拳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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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拳擊到肉 身體優勢 拳擊到磅數 希望大家的條件是很接近的 而這個人的條件真的不接近 唉 屌尼尼尼尼 但他們算是磅數 但出局的拳也不一樣 另外 我們先看一張照片 這個反而是大家的 真是很好笑 我覺得這個叫做 很難讀 優素福 這些都用了 奧運 今屆巴黎奧運 射擊賽事 是一個銀牌 為什麽呢 從日一開始 我們看奧運 都帶了瞄準器 有耳蓋 也有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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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顏著腹袋 他甚麼都沒有 看看旁邊的小弟子 跟著腹袋 也是人 你看看 別人正常是這樣 這個不算復討 有些戴帽子 有些戴帽子 有些戴腰封 為何要戴腰封 如果要做腰直一點 要做腰直一點 這就是這樣 這個真的紅得不得了 首先 他職業是職業軍人 退役 好像官派不知上將還是什麼 但是都是神傷手 接受訪問他為何不用全副武裝 他說 我不用的 不用帶這些裝備 既然你問我 那我就回答你 因為我是一個天生的射手 我不需要這些裝備 雖然 他的朋友 或者其他職業手 都會問他這個問題 當然 現在問他有沒有考慮轉做職業 因為他其實是有人氣 看看怎樣 我覺得真的很帥 不用算職業啦 另外很多奧運故事 我覺得是現在其中一個 令人很感動的奧運故事 每年都有 這個就是一個 英國 蛙艇 金牌 的一個故事 完成爸爸為怨 真的是很普通 其實都永遠令人感動 但這個故事內容 真的有點新意 那麼 其實倫敦奧運 英國拿了一個 在2012年 蛙艇金牌之後 近十年蛙艇都算是英國的 奧運強項之一 就是這篇文章的作者 其實蛙艇 是有這個傳統 從來在這個蛙艇項目中 英國都是強國的 幾十年以來都是 大家不認識的都聽過一下 牛津和劍橋也要捏捏過 話說聽 好了 女子隊四人雙獎 上屆的獎牌都拿不到 三個都不入 所以全程被其他國家 壓住 今屆這隊女子隊 其實連英國本身 都毫無期望 甚至乎賽事都沒有人報導 誰知道在賽事裏面 最後500米開始發力 最後200米 就貼住這個荷蘭隊 真是叮噹碼頭 你想一下 大家有看過 那些艇都很快的 最後 衝上去是0.15秒 你想一下是多近 真是一個艇尖 即是那個 艇尖頂 那只是比賽 那些艇尖頂 都夠熱血了 因為你 沒有人看低 就是underdog 最後反省 荷蘭 當然 令到英國全國感動 就更加是 Lola Anderson 之後的訪問 其中一個女生 26歲的Lola 哭的原因 是因為她爸爸在5年前離世 2019年 看不到她的納金牌 她說自己為了今天付出了很多年的努力 但最重要是她分享了她和她爸爸 如何鼓勵她的故事 12年前 當時 Lola 是14歲 她說當時在倫敦奧運 在家 看見英國 的瓜廳女子隊 Helen Grover 和Helda Stingling 為國家隊贏了 瓜廳 於是 她14歲 就想著 咦 我有一天 好像兩個姐姐 參加奧運 要取得金牌 還把願望 寫在日記上 大了一點 可能15、16歲的時候 Lola 看起來就覺得自己很尷尬 自己都覺得很尷尬 自己都覺得很尷尬 我的名字是Lola Anderson and I think it would be my greatest dream in life to go to the Olympics in Wolverine and if possible wins a goal for GB 即是大兄弟國 自己都看見很尷尬 所以就撕了那頁緊記 丟進去 OK 跟著都忘記了這件事 同一年 就是去看奧運 12年前 他 兩年後應該是 因為奧運是2012年 兩年後 爸爸確診 癌症 2014年 直到2019年 即是狂癌 5年都是要入醫院治療 兩個月後 就離開世界 臨終前 就是遺言的時候 爸爸就跟他說 OK 當年 撿到他 丟進那頓的日記 還偷偷 收藏了 現在要離開這個世界 嘩 演戲這樣 竟然將這一頁的日記 給我女兒 希望我女兒要記住 她小時候的夢想 那時是2019年 即是距離2012年 7年之後 OK 我現在說 我也覺得很足夠 It's a piece of paper 是一張紙 但是這個是 最貴重的東西 這一張雖然是一張紙 但是是我最珍貴的東西 甚至乎可能比我現在這個金牌更珍貴 他 是一個很安全的垃圾桶 With my daddy All metal in my backroom 他藏在我爸爸 我爸爸藏在一張 我爸爸藏在一張 All metal 我不知道 他什麼All metal 最小的 牌 還是什麼 很安全地藏在他的房間 雖然他撕了來丟 OK 今天他就很 感動了 自己很尷尬 撕了 那張東西丟進去 之後他還有沒有 繼續 運動呢 其實他可能在過程中 他一直有繼續去 Walling 有蛙艇的 不過自己都覺得很尷尬 就撕了他 又或者 他其實那時候 都已經停了 沒有去蛙艇 因為都覺得很尷尬 但是呢 他爸爸在過生前 在五年前 給他這張紙 提醒他曾經有過這樣的夢想 之後 我相信就是對他一個很大的鼓勵 所以呢 就力增尚有 大家可以上網看 還有最重要 Lola挺漂亮的 我們先看看Lola Lola Anderson 也是挺好樣的 挺漂亮的 那麼 父母就是這樣 你知不知道我回答嗎 我兒子小時候有幾個 那些叫做西瓜波 他在他最小的時候 踢西瓜波 紅白色 最小的時候 然後很快 四五歲已經有些三號波 有一次可能十歲八歲 他就扔了一些舊玩具 什麼Thomas那些 丟 那些魔鬼丟 因為不玩 其實我也不捨得丟 那我就把他 那些細瓜波 其中有一個 一兩個 就擺在我的車尾 因為車尾有一個箱 即是有一個膠箱 裡面 早幾天 我兒子 我記得 上兩個禮拜我兒子回來 去探望他的阿嬤 即是擺在他的阿嬤 那些擰强 那些東西就擺在車尾 一打開我兒子就看到 這些什麼 我都沒有特別說 以前那幫 我都沒有特別說 為什麼呢 這個就是我兒子小時候玩的 我都不捨得丟 他爸爸 不是偷看他的日記 是他撕了出來丟 看到這樣的紙 而 念之在之 就是臨離開這個世界之前 這是一個小孩的一句棄言 OK 離開這個世界之前 就是給他一張紙 叫他不要忘記自己的夢想 那這個對他當然是很大的鼓勵 是他爸爸是不是一定要 或者是做爸爸的 是否一定希望我兒女能夠出人頭地拿金牌 未必是的 但是 就是想我女兒不要忘記自己的錯心 或者自己曾經有過的 夢想 一點都不尷尬 所以這面金牌 真的是值得的 OK 休息一會 一下 один 在天農臺 崩屋 若 什... 沒頭